小學時,每天出入都要坐巴士 以前也有坐過這些熱狗巴士 很驚訝,原來這裡也有這些熱狗巴士 因為香港已經退役了 其實我本身是不想來的 舊式巴士我都坐過不是的 因為我兒子八歲 真的沒坐過以前舊式在我們的巴士 剛才我乘搭後就像一個時機器一樣 好像回到以前香港的90年代 感受非常驚訝 我一來到看到這個巴士去彩雲 剛才那輛黃石碼頭 黃石碼頭就是我以前在渠這麼小的時候 八歲小學的時候 真的乘搭那輛巴士 那輛黃石碼頭就去旅行 黃石碼頭以前 我不知道現在還有沒有黃石碼頭以前 有很多牛 我小時候就乘搭那輛巴士去黃石碼頭 都是一個很難得的機會 因為這些巴士不是經常開的 剛好這次因為農曆新年 就有一個Hong Kong Bus Stay 這個Hong Kong Bus Stay 就每一次左右 我本身就很喜歡攝影 除了巴士之外 我覺得拍巴士其實是另一個 紀錄歷史的一個過程來的 始終都是同年回憶 還有我們每個人都在香港 都在綿環香港以前的光輝稅 因為這些車全部都80年代 那這輛我有一年回過香港 真的坐過這輛巴士 這輛ML1 做了10年 當時擁有這輛巴士的公司 都說是巴士民 知道這輛是第一輛 就特意不改這輛做開訂巴士 值得討論可能是電動巴士和柴油巴士 即是以前的不同的古路巴士 通常玩車的都會說 車有不同的角色 這些古董巴士的角色 真的很不同 每一輛的感覺都不同 柴油巴士有轉波聲 有人驚聲 等於人一樣 每個朋友都有不同的聲音 每一輛巴士都有不同的機械配搭 就算同一副引擎 同一副波箱 聲音都可以不同 這輛平治O305 以前在香港 就是九巴擁有41輛 這款車是屯門公路車王 以前是專做68系路線 就是跑屯門公路 就很好力 很大馬力 就是很多巴士迷都很喜歡這款車 真的飛得好 這輛巴士的編號就是ML1 就是以前香港一間專利巴士公司 就是中華巴士 這輛車是全香港第一輛 三軸十二米的超巨型巴士 因為當時香港過了隧道 通車 多了很多新巴士 就是接載龐大的客人 感聞看到,你不會再說 好無聊 你好 多了 小朋友 謝謝你 對對